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在外面去拿着这样一个索尼的A6700 在外面去跟大家去聊一下关于最近发布的一些机器的一些视频 刚好也就是测试一下这个索尼的A6700 那么这台机器我现在录制的方式 就是用的是罗德的一个麦克风Wireless Go第二代 然后用的是HDR HLG的方式去拍摄的 加了一个减光镜 所以这个光圈看上去应该还是有虚化的 然后我用的镜头是11F1.8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拍摄的是HDR HLG 这个颜色也是一个默认直出的颜色 那么这个防抖用的是机内的一个增强防抖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索尼的增强防抖 在这个A6700这个机器上面 它的效果怎么样 至少我现在在从这个小屏幕上面来看 还是觉得不错的 不过索尼的很多机器它的防抖 在小屏幕上看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回去还得要去看一下这个素材 真的就是还是很感叹 所以就出来跟大家去边走边聊 就是最近发布的机器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发布的也太快了 真是应接不暇 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不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HDR的一个效果我自己还是觉得非常满意的 但是B站的HDR输出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就懒得弄了 在B站现在就是输出的是SDR了 但是我自己在HDR的监视器上面看还是觉得很爽的 现在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了 秋天也没有什么污染 阳光也很好 刚好树叶也是有绿有黄各种层次都有 而且还有一点微风 不是很热 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季节 不过北京的秋天就是太短暂了 可能一两周再下一场雨就完了 哎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秋天吧 OK现在我回到家看到这个素材 我必须要肯定的是索尼的A6700 在拍摄vlog的时候 我自己用的是正常的一个快门速度 因为我是用25帧去拍摄 所以快门速度是50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机内的防抖还是非常可用的 实话是说 我觉得在看这个素材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自己用后期防抖那么的稳 像稳定器一样的稳 但是手持去拍摄完全也是够了的 就是虽然你换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抖动 而且是旁边的这种震动 但是他绝对不像GV10那样有拉扯感 毕竟A6700算是旗舰的APS-C相机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高 而且你自己呢也不会像我这样经常去拍摄vlog 并且也经常出去拍照的话 我觉得GV10跟6700相比还是非常有性价比 就算你是要拍长的视频 你用GV10无非也是做一下后期的防抖 虽然会浪费一点时间 但这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平衡时间和金钱了 毕竟A6700它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 现在呢是2023年的8月31号 然后我才租到这个索尼的A6700 我也懒得去抢 因为它在使用上面啊 参数上面啊 菜单上面 虽然有改进 但是那种决定性的改进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也就没有去买它 而且现在说实话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 我不太想要贸然的去换机器 我现在用的A7S3还是非常的好用 可能在没有那么多拍摄的情况下呢 我还是懒得去花这个钱 毕竟现在我已经过了那个追器材 器材档的那个时候了 就是看到有新机器发布就非常眼红 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8月31号呢 因为我是前几天去租了这个A6700 然后在手上去把玩了一下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又发了一个新的相机 就是A7C第二代 和它的一个高像素版本 A7C R 那个2和R真的不是很好念啊 就是又发布了一款 也可以说两款吧 新的相机 然后呢 当我今天又看视频的时候 我才知道索尼明天 还会发布一款新的Xperia手机 我想一下我上次用Xperia的时候 历历在目啊 也就前两天 难道他就要发新的机器了吗 同样呢 现在我做的电脑桌前的这样一个视频 也是用索尼的A6700去拍摄的 用的镜头也是11F1.8 因为APS-C的我只留了这样一个镜头 做Vlog非常好用就一直留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样面对面说话的这样一个画质怎么样 同样我拍摄也是用HDR HLG去拍摄的 现在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拍摄 它的默认直出 而且它的素材呢 既可以在HDR的一个显示器上面去看 也可以输出成SDR 我觉得还是很有那种后期空间 或者说给未来的自己保留的那种空间 但作为让人觉得有趣的事情呢 这个也不是一个讽刺啊 只是一个感叹 就是我自己之前也会这样 就是好多人觉得自己买了机器被被刺了 就比如说买了A7M4被被刺了 买了A7C第一代被被刺了 因为有什么内置LUT显示的功能 有什么AI对焦的功能 还有什么更高的几级防抖 但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啊 就是这些新的相机使用起来呢 会有一些提升 但是绝对没有向他宣传的那么多的提升 谈到被刺呢 更是没有必要 我自己啊实话实说是做AI的 我现在会觉得很多的产品 只要提到了AI这个词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种骗的感觉 聊到AI呢 我就想要再补充一点 因为我是程序员嘛 在今天呢或多或少也会涉及到一些AI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产品 当然很多AI的产品是非常不错的 他能够帮助人更高效的完成工作 我自己也是支持AI的这样一个程序员吧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产品会有一种不负责任的一个 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AI 让他去评价去评判 比如说对焦 我不说他的对焦不好 索尼的对焦很好 而且有AI对焦 什么鸟眼呀狗眼呀之类的 他的对焦也是非常的好的 非常的可靠 但是你今天去想 那下一代就是更好的AI对焦 下下一代就是更更好的AI对焦 你怎么去衡量 那么在AI领域呢 其实是有自己非常专业的一个衡量标准 评测回测照回等等 但是这个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太过于复杂了 那么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指标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样很多厂商呢 就能够在后面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 仅仅代表我个人啊 虽然我自己是个程序员 也或多或少参与一些AI行业里面的工程方面的事情 但我自己确实不太喜欢 作为消费者 不太喜欢商家告诉我 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有个什么样的提升是因为AI 因为实话实说很多时候它的提升是什么 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结果带来了什么 行业里的人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个公式 它的这个模型 它的覆盖率就这么的高 就是它很难真正的很清楚的去解释 那么对于不专业的用户来说呢 是不是AI 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发现我用了这个所谓的AI对焦的相机 它还是会有视焦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可能只能去说AI不太好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并不是很了解 那对于专业的影视用户来说呢 他真的能相信AI吗 我觉得也不是很肯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谓的有AI这个词当然是好 但是没有AI呢 也不至于被被刺 所以这只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 可能三年前我个人会想 这个新的相机参数这么好 还有AI 我应该去把我老相机卖了 去录一个新的 但是还是我说的 可能我买的器材太多了 我现在觉得也就这样吧 无所谓 而且像我也提到了 所谓的LUT内置去看 索尼这个屏幕它都没怎么升级 你内置了用的怎么样呢 有多少专业用户是需要这个功能呢 其实都是用一个路机 那不专业的呢 只是说它的听起来很好 但是用起来也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被被刺嘛 我感觉是大可不必 心态放好一点就好了 另外还要那个什么 自动跟随这样的 过来裁切 我觉得有这功能 当然OK吧 但是有多少人会去使用呢 专业用户会使用吗 包括什么内置电影杆 什么黑白胶片那种 从专业用户的角度来说 你要么就是专业 就是Log拍摄看参数 看这个曝光图啊 伽马线啊什么之类的 要么你就直出就好了 当然功能给来是很好 这个毋庸置疑 但你说有多悲刺多心酸 那也不至于 好吧 那就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只是想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最近发布的好多的机器 我的一个感叹 而且也是跟大家去聊一下 在心态上面呢 要放屏 其实机器你永远是追不完的 当然我自己也是踩过这个坑的 作为后来人呢 我也只是想去表达一下 也有很多人呢 还是会踩这些坑 无所谓 大家开心就好 只是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叹 真的是有点追不上了 好吧 那这就是所有的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